好 来看到刑事警察局追查诈欺案件 发现资金流向竟然转入花联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所属的公司名项 而花联地检署检察官19号大动作指挥刑事警察局缤纷多路 搜索花联市代会与主席李政伟的住处以及公司等地 并将李政伟以及助理等人代回约谈 19号上午8点多刑事警察局会通花联刑大并纷多路 大动作搜索花联市民代表会与主席李政伟的住处及公司等地 初步了解刑事警察局为了追查杂齐案件 发现资金流向竟然转入花联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曾经所属的公司名下 而且有大量不明款项转入后遭提令 花联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在包含新辈、桃园、新竹、台中、花联等五县市同步扩大搜索 监警怀疑李政伟可能涉及诈欺、非法所得、洗钱与组织犯罪等嫌疑 将李政伟及助理等9人带回约谈 而目前都还在厘清案情 记者 徐立琴 花联市报导